大家好 這部影片呢是平面鋼體轉動系列的第三集 如何快速求得轉動慣量 基本上呢我們只要應用上一集提到的轉動慣量三大定理 就可以把大部分我們常用的形狀以及轉軸給出來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的系統 就是要求的鋼體 它是離散的或是連續的 基本上呢離散的話就要使用 求合的方式讓每個值點它的轉動慣量加總起來 如果是連續的要用積分的方式去把動慣量給出來 那我們的微小的質量 和值點的微小質量可以讓它用密度乘上一或者是面積來合 或者是它的長度 接著我們就要知道一些基本的鋼體 它的轉動慣量是多少 就是說呢這幾個形狀是一定要會求的 首先第一個一定要會求的 是我們的薄長棒 就是細的長棒 那我們的長棒呢 假設 度 L 那它以正中心 就是它的直心位置 當作轉軸 那這個軸呢 會垂直於我們的長棒 那麼它的轉動慣量 可以用對稱的方式 來快速求出來 因為它是連續體 所以我們要將它從負的二分之L 移到二分之L X就是我們要計的距離 讓密度 讓微小的長度 那麼 可以輕鬆求出來為 12分之1 Rho L 2 從質量的方式 寫出來就是12分之1 M L 接著一定要會求的第二個形狀 是我們的圓環 這個薄圓環 那這個薄圓環呢 它的內半徑為小R 外半徑為大R 轉軸呢位在 它們同心圓的圓心位置 並且它會跟圓盤為直 那它的轉動慣量呢 可以將 那從小R 到大R的位置 移分的 內部就是R' Rho 二拍 R' R' 接著我們就可以輕鬆的 乘二分之一 i go 大R的四次方 到R的四次方 接著 用質量的方式來寫出來 可以等於 二分之一 i 乘上量 去除以圓盤面積 乘上 大R的四次方 減掉小R方 約分完 就可以得到 二分之一 m大R平方 加上小R平方 接著 第三個 一定要會求的形狀 是一個球體 那這個球體呢 它的一個球殼 一樣 它的內半徑為小R 外半徑為大R 那它的轉動慣量 要如何求呢 首先 我們要先知道 半球要如何求出來 那我們的半球呢 實心球 它的半徑為大R 那我們用 圓盤的方式 將它們 積出來 假設 這個第一個圓 我們要積的圓盤 在z的位置 有個圓盤要把積 積起來 那這個距離 是 R平方 減掉 z平方 改更號 那假設這是 Y軸 Z軸 那我們實心球 轉動慣量 是從 酷R 寄到大R 1 2分之1 I R D的4次方 D 會等於 15分之8 I R R的5次方 接著 我們將 這個實心球 轉動慣量 對我們的半徑 分 會等於 分之8 I R R的4次方 接著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來求我們的 球殼的 重慣量了 會等於 從我們的內半徑小R 到外半徑大R 內部就是我們剛剛 微分出來的東西 3分之8pi R 大R prong 5次方 D 大R prong 那 做個積分 會等到 5分之2 N 大R5次方 減掉 小R5次方 除以 大R的3次方 減掉 小R的3次方 基本上呢 這三個形狀 一定要會求得的 接著 我們就要來 應用 三大定理 接著我們就用 三大定理 來推出其他形狀 其他轉軸的 轉動慣量 那第一個 我要如何用長棒 去推出 他的形狀 先 第一個形狀 就是 一樣是長棒 但是他的轉軸 在棒子的 中一端 就是呢 棒子的轉軸 會在 棒子的 其中一端 基本上我們用 平行軸定理 出來了 平行軸定理呢 Izprong 算在 直心位置 轉動慣量 加上 當體的質量 讓 轉軸之間的距離 會等於 在直心的 動慣量 加上 質量 2分之L 方 就是說呢 原本的我們 轉軸 會在直心的位置 那直心的位置 跟 我們要的轉軸 他們之間的距離 是 棒子的一半 可以得到 三分之一 M 接著 第二個形狀呢 就是 一個轉軸 他的 通過 一個 邊長為 L 正方形 那他的轉軸呢 會 過 正方形的 直心位置 那就會發現 他的轉動慣量 用 延伸定理 可以得到 因為 長方形 正方形 都是由 一個棒子 去做 延伸 得出來的形狀 所以 他的轉動慣量 一樣 是 12分之1 M 方 一樣 如果我們的 轉軸位在 正方形 的其中一端 可以用 平行軸 定理 可以得到是 3分之1 M 方 但是如果 我們的 轉軸呢 是在 垂直於 我們的正方形上面 一樣 邊長 L 那這個就可以 應用到我們的 垂直軸定理 就是說呢 我們已經知道 另外 兩個轉軸 他的轉動慣量 就是 X軸以及 Y軸 那X軸跟Y軸呢 他的轉動慣量 是一樣的 因為他是一個對稱的正方形 那我們的 Z軸 轉動 轉動慣量 就可以求出來 1 6分之1 M 軸 平方 那一樣 如果是長方形 也可以求得 一樣轉軸 通過 長方形的 正中間 假設 旁邊 回A 轉邊 回B 一樣 我們找出兩個軸 他的 轉動慣量 可以求出來 轉動慣量 Z軸的轉動慣量 就是 Z 會等於 12分之1 MA平方 加上12分之1 MA平方 12分之A平方 加B平方 同樣 的 地方體 可以用 平行軸定理 來求 轉軸在 邊廠上的情況 接著 一樣用 拉伸 延伸定理 可以知道 直行 穿過 轉軸穿過直行 並且垂直於 平面上 可以求得 再來 我們用圓環的話 可以推到 如何呢 一個 石心的圓盤 原本我們知道一個 內半徑為小R 外半徑為大R的 圓環 他的轉動慣量 是 2分之1 m大R平方 加上小R平方 我們的石心圓圓環呢 只要令 小R 乘於0 被求出來 得到2分之1 m大R平方 如果是 圓線呢 就是 三純 小線的形式 就是 我內半徑 相當於 外半徑的情況 我們就只要 將小R 乘大R 變成 兩倍的大R平方 到 m R平方 第三個 圓柱 轉軸一樣 轉過圓柱的 圓芯 一樣 用延伸定理 可以求出來 如果是石心圓柱 就用上面 石心圓盤 去做延伸 或是 球殼的 圓柱殼的狀況下 那就是用 圓線 去做延伸 延伸 我們用球殼 可以求出 一樣的 轉動慣量 基本上就有兩個 一個是石心球 及 活球殼 那我們在 上一集 要 球殼 其實只要 將 它的轉動慣量 就是 內半進小R 外半進大R 一個極限即可 就是說 令石心球的話 就是令小R 為0 可以得到 星球的 轉動慣量 二分之 m大R 大R的平方 波球殼的話 就是令小R 居近於 大R的時候 就是說呢 要做 一個極限的動作 那 這個極限可以求出來為 三分之二 m大R的平方 基本上呢 這些形狀 就是由 直角坐標 圓柱坐標 以及球坐標 最常用到的 狀 在下一集 我們就會 去應用 應用我們所求的的轉動慣量 去計算我們鋼體的動力學 去應用